大家好 各位亲爱的咖啡爱好者 能量追寻者 以及那些在早晨挣扎住 从床上爬起来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 让人精神未知一阵的话题 咖啡因发电机 早晨提升的能量全员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的小知识 咖啡因 这个神奇的小分子 是世界上最广泛消费的精神刺激剂 它存在于咖啡 茶 巧克力 甚至是某些药物中 当这个小家伙 进入我们的血液 它像是一位热情的指挥家 指挥住我们的神经系统 满活力 眼睛未知一亮 但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过程 想象成一种发电机 那么咖啡因发电机 就是那种在你一觉醒来 还在床上打滚 思绪还停留在梦境中时 突然启动的小型核反应堆 它不仅仅是提供能量 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 想象一下 早晨的太阳还没有 完全爬上天际 你的咖啡机 已经开始咕嘟咕嘟的工作 那是一种令人心安的意识 一种对心的一天的预备 咖啡因发电机 不仅仅是在你的身体里发电 它在你的心灵深处 也点燃了希望的火花 有趣的是 如果我们把这个概念 稍微扩展一下 你会发现 咖啡因发电机 不仅存在于我们的厨房中 在办公室里 那台公用的咖啡机 也许是最受欢迎的社交场所 人们围绕住它 交换住早晨的问候 分享住新鲜的八卦 而这一切 都是在咖啡因的鼓舞下进行的 当然 我们也不能忽视那些 对咖啡因过敏 或者选择避免咖啡因的朋友们 它们的早晨发电机 可能是一杯热浆茶 或者是一段清晨的慢跑 毕竟 发电机的形式多种多样 重要的是 找到那个能让你的心灵和身体 都充满活力的来源 所以 无论你是一杯浓郁的意识浓缩 还是一杯清淡的绿茶 记得感谢那些 让你在早晨 能够重新启动的小小发电机 它们不仅仅是提神的工具 更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重让我们保持连接 保持动力的神奇灵药 现在 如果你们允许的话 我要去启动我的个人咖啡因 发电机了 一杯刚煮好的法式咖啡 在等住我 祝大家有个精神充沛的一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脚踏车书架 阅读时光的动力转页 各位亲爱的书虫们 健身爱好者 以及那些总是在寻找生活中 新奇事物的冒险家们 今天我要为大家 介绍一项令人惊艳的发明 脚踏车书架 一个将阅读与运动 巧妙结合的创新设计 首先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你正坐在家中最舒适的角落 手中拿出一本 引人入胜的小说 突然意识到自己 已经好几个小时末动态了 你的身体开始抗议 但你的心却 被书中的世界牢牢吸引 这时候 脚踏车书架应运而生 它告诉你 亲爱的 你可以两全其美 脚踏车书架 是一种将脚踏车的运动功能 与书架的收纳特性 结合在一起的设计 它让你在踩脚踏车的同时 可以享受阅读的乐趣 这不仅仅是一种 身体与心灵的双重锻炼 更是一种对于 时间管理的革命性创新 想想看 这是多么失忆的画面 你的脚步如同节奏般有力的 踏动猪脚踏车的踏板 眼睛却沉浸在书页间的故事里 每一次踩下去 都像是翻开了新的一页 你的身体在汗水中 变得更加强健 而你的想象力 则在书中的世界里翱翔 这个设计不仅仅是对于那些 想要一边运动一边阅读的人的福音 它还是对于那些 总是找借口不运动的人的挑战 毕竟 当你可以一边追踪 侦探揭开悬疑故事的谜团 一边让你的腿部肌肉得到锻炼时 还有什么 借口可以说服自己不去运动呢 不过 我们也要考虑到 一个小小的实际问题 在高强度的运动中 阅读可能会导致视线晃动 这对于专注于文字 可能会有些困难 但别担心 这正是设计者的巧思所在 脚踏车书架通常配备 有稳定的书架和适当的照明 确保你在踩脚踏车的同时 也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总之 脚踏车书架是一个创新的概念 它将阅读视光与运动的动力完美结合 它不仅仅是一个书架 更是一个让你的身心 都在旅途中的交通工具 所以 下次当你觉得自己需要一些运动 或是想要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时 不妨试试这个 将阅读视光转化未动力的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汗水发电带 运动汗珠的电力小秘密 各位亲爱的学生 运动爱好者 以及那些偶尔从沙发上 起来伸个懒腰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汗流加倍的话题 汗水发电带 是的 你莫听错 这不是科幻小说 也不是未来世界的遥不可及的技术 这是一个将你的汗水 转化为电力的小秘密 首先 让我们来点科学知识 当你在健身房里举重如同 举起自己的未来 或者在跑步机上 追逐那个吃掉你薯条的坏蛋时 你的身体会开始出汗 汗水不仅仅是盐和水的混合物 它还含有一些电解质 这些电解质 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电流 这就是汗水发电带的工作原理 这种设备通过收集你的汗水 并利用其中的电解质来产生电力 想象一下 你的每一地汗水 都不再是徒劳无功的流失 而是成为了为你的手机 或其他可穿戴设备充电的能量来源 这不仅仅是一种环保的能量回收方式 也是对你辛苦运动的一种小小奖励 当然 这种技术还处于发展阶段 你可能不能指望 从一场瑜伽课中 获得足够的电力 来为你的家用电器供电 但是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开端 未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想想看 有一天 你的健身房 可能会完全依靠会员的汗水来维持运作 这不仅仅是一种节能减排的方式 也是一种全新的健身动力 现在 当你下次在跑步机上汗入雨下时 不要只是想中那些消耗的卡路里 也许你的汗水正在为你的未来的智能手表充电呢 这是一个汗水和电力的美妙结合 一个让你的每一滴汗水都有意义的科技奇迹 所以 下次当你感到运动的疲惫时 记得 你不仅仅是在塑造身体 你还在生产电力 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时代呀 我们甚至可以从汗水中发电 现在 去健身房不仅仅是为了健康 也许还能为你节省电费呢 所以 各位观众朋友们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对咖啡因发电机 有何看法 你认为它是一种必需品 还是只是一个方便的小玩意 又或者 你对脚踏车书架 有何看法 你会乐意一边运动 一边阅读吗 最后 你对汗水发电带 有何看法 你会愿意将你的汗水 转化为电力吗 请留言 分享你的想法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 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 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 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收看